素人 职业 斗阵开跑 台湾六月将首次举办女子扮成马拉松 素人跑者一人张俊宁 和职业级跑将谢千鹤都会参赛 一起来了解他们的心路历程吧 跑龄近三年的张俊宁 当初殷姐姐连续三星期都去跑步 加入姐姐的行列后 她才知道跑步可以这么开心 一开始我其实跑不起来 因为公园的一大圈 我去大概两公里多都跑不到 跑了一半我就喘得不得了 然后姐姐就开始跟我讲说 呼吸要配啊 你要吸吸吐啊 你要怎么样跑 后来开始就我就慢慢地照她的方式 去把自己沉淀下去 开始专注在这边跑步这些想法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 我一圈跑完了 然后我就开始觉得 这件事情也很好玩 很舒服 就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自己是心里是很开心的 之后跑步成了她最佳的输家方式 到国外工作也会随身带着跑鞋 用跑步认识新城市 不过身为明星 她曾遇上不少糗事 爬爬爬爬之后有人来 就是说 你是不是谁想跟我合照 可是你就很穷 因为我跑步真的跑完是 学生是寒 然后我不可能化妆 就是我整个状态是就是 脸是好像观光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很穷 我夏天最喜欢跑的时候 你早上五点半就很烤 就是那时候太阳 没有出来的时候 然后又不会热 你看跑功能 然后你可能又进去看下 那很早逝 其实就很好啊 你不会觉得跑完都很舒服 反观 从小接受田径训练的谢千鹤 2008年 在全大域1500公尺项目 以16分55秒26成绩夺冠 是台湾史上第二位跑进17分的好手 没想到正直巅峰的她 却因怪病枪势正后裙 让她的双脚动了四次刀 留下六个刀疤 差点断送运动生涯 都怨啊 谁都怨啊 自己也怨啊 就是因为一个运动选手 在最巅峰的时候 就是摔下 自己的心理 这样的过程 产生了很多的 就是包括就是 一些不好的面子的 都会有 当然就是 就是 不知道反正就是 悲伤过后又开始振作 经过人生低谷 去年12月她付出参加马拉松 就跑出不错的成绩 接着几场马拉松 都写下个人最佳成绩 下一个目标 她要聘奥运女子马拉松 两小时48分的门槛 每个运动员都会 很想吃最高的健康 是奥运女子马拉松 那就是 自己也把目标放在那边 我就讲不要像之前 有那样的受伤 就是那种训练的累 还是什么 承受的 因为其实就体会到 跑步带给我的一种 快乐吧 因为就觉得说 你有跑步后生活才有一点 乐趣 然后做什么才有点意义 就是让她感觉 动新闻综合报导